OK,好,那再來的話 首先的話,我們第一個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的部分 上個禮拜的影片我把它傳上去 那主要總共有9段影片 裡面的話主要就是 講到有關用那個篩選分割工作表 那特別注意,如果你要分割工作表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 還是可以配合所謂的篩選功能 也就是說呢 把那個篩選得到的結果 再把它另外放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或者是說呢 可以另外放一個新的工作表 所以呢,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主要是搭配篩選加上那個分割工作表 然後呢,延伸又講到有關就是 怎麼樣新增這個工作表 那等於是說呢 把那個新增工作表 再加上這個篩選 那最後結合得到的結果 就是可以把什麼 把我們要放的資料 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 另外的話就是再 增加一個刪除工作表 不過刪除工作表裡面的話 那有一些重點 有一些重點 包括就是說刪除呢 記得要反向刪除 所以從最右邊刪到左邊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從左刪到右的話 那它會因為你刪除掉之後 它那個序號會亂掉 比如說你刪掉第二個 第三個就跑到前面去了 所以如果你要刪第二個 那就會出錯 另外的話它會刪除的時候 它會有個提示 要你是否一定要刪除 所以一般理論上是把它關閉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新增工作表 結合這個篩選 就可以把我們要的資料 放在指定的位置上面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上個禮拜這個 班級查詢的部分 那本來我們這個地方是下拉清單 有一班就跳一班 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一班 二班三班 它不是在這個下方呈現 而是希望怎麼樣 它可以在下這個一二三班 分別就幫我把它放在 不同的工作表裡面的話 那這個地方當然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第一個 我先把這邊把它刪除掉 刪除的話就是反向刪除 所以刪除的部分的話 記得把它自稍微放大 工具選項 把那個轉眼風格自稍微放大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刪除的部分 記得就是反向刪除 那反向的話 記得就是 我們剛剛本來這底下 總共有一個之外 還有第二三 就是一班二班三班 那三的話這個是第四個 第四個到第二個 所以記得這樣反向刪過來 那好處就是刪掉第四個 它不會影響前面兩個 但是如果你顛倒 剛好它這個刪掉 它會往前推進 那序號就亂掉 另外的話呢 還有一點就是刪除的時候 它會跳出那個警告 所以你必須把什麼 把那個警告給關閉 否則它會一直跳 要不要刪除 要不要刪除 那刪除 OK 那再來的話就新增 那大概新增我們練習的時候 就是類似像一二三班 那裡面是空的 那這個裡面是空的話 就是主要 這邊的話呢 要讓它新增工作表的話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如果你要新增的話 記得是add add的話指的是新增 哪一個工作表物件 add 那預設的話它是會新增到左邊 所以如果你要放在右邊的話 後面記得要加上 跟它講說我要在after after後面一般習慣是 shits,shits,shits.com 意思是說 反正總共有幾個 如果總共有一個 那你就放在一個的右邊 兩個就放兩個的右邊 意思類推 所以它永遠會放在最右邊 OK 後面搭配一個 shits,shits,shits.com 就是總數 比如說本來一個 增加一般的時候 那它就變兩個 所以第二個 意思是說第二個這個 那我們重新命名成一般的話 那就把一般的名稱加上去 我們可以去抓那個 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那這樣子一、二、三 就可以把它產生 然後這個是刪除 有新增然後刪除 那可是問題喔 假如說我要新增之後呢 裡面能夠加上一般的資料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就是 新增的這個 這個地方 再加上篩選之後的結果 然後把它放在一般 所以特別注意喔 上個禮拜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把那個什麼呢 新增結合篩選 那篩選的話呢 基本上 還記得吧 篩選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 這邊 比如說我今天要篩選一般 它先清掉舊資料 然後把資料 篩選掉之後 倒過來 OK 所以喔 我這個再跑一下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這個篩選 跟新增工作表 結合在一起的話 我這個把它清掉 然後 一般的話呢 它會根據什麼呢 根據 這個資料的一般 也就是說呢 我加上Auto Filter 篩選部分的話 給它範圍 就是這個範圍 A2到1的12 然後呢 篩選第幾欄 這個所以喔 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哪一欄 這是第一欄 然後 條件的話 就是這一個 所以它會去 第一欄裡面 把一般的部分留下來 所以這一行執行的話 它就會只留下什麼 有沒有一般的部分 那再來我要把資料呢 摳到這個儲存格 位置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再來配合一個 範圍點摳比 可是我這個不要 所以選的時候呢 這個不要選到 從哪裡選呢 從這邊 從B2開始選 選到哪裡 選到1的一樣是12 那你會想說 那老師底下不是要7嗎 其實有些是隱藏起來 反正你就全部選 只要隱藏了 就不會選到 然後把它摳到哪裡 摳到範圍 就是目的地的話 記得跟他講一個 目的地就是 應該是G5的儲存格 就把這個範圍摳到這裡 然後會自動幫你 把這個範圍全部填滿 看有幾個就自動填滿 所以喔 程式寫的方法就是這邊 Range B2到1的時候 點Copy Copy到哪裡呢 Copy到G5的儲存格 然後呢 摳過來之後 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有沒有 摳過來 因為 現在的狀態 是篩選的狀態 所以你必須把篩選關閉 那篩選怎麼關閉 其實就是Auto Filter 後面不帶 不帶任何的參數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可以把它關閉 OK 又恢復了 那所以當然 假設你跑得快一點的話 比如說我選了一個二班 如果你 跑的速度就是執行的話 假設加一個按鈕的話 那它執行的話 就馬上就 這等於是剛剛的動作 連續的話 那基本上看不太出來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 我們主要就是新增工作表 那如果要再把這個結合進來的話 其實就是把這兩行 放到這個下面來 然後這一行呢 放到最尾巴 上禮拜有講過 所以這個很重要 但是呢 放過來的時候還要注意一點 因為跨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 前面一定要跟他講 哪一個 這個工作表的資料 所以將來如果說 我要一般二班 我先把資料先刪掉 那如果說我要跨工作表 你要記得就是說 將來你的按鈕在哪裡 比如說按鈕在這裡 那所以從這邊出發 那我們來看一下 也就是說一樣 For I 等於第二到第四 那就是一到三班 然後呢 新增工作表放在後面 第二個的話把它改名稱叫做一班 接下來的話就copy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如果你假設 主要是add add的話 它的游標是放在一班的 就不會放在序則1裡面 所以喔 記得喔 你假設要去一般裡面 篩選資料倒過來的話 那記得喔 前面一定要加序則1點 OK 所以喔 我們後面這邊的話就是序則1點 所以其實 剛剛那個篩選 差別就是前面再加上哪一個工作表 然後autofilter一樣 這個資料一般的話也在序則1裡面 所以喔 我們就篩選 那目前大概看不到啦 不過你切過來就可以看到一班了 然後把它call過來 call過來怎麼call過來 一樣嘛 這個裡面的資料把它call到rangeA1的話 那你會發現它就 特別注意喔 因為現在游標是在 一般的這個工作表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前面不需要加哪一個工作表 因為你目前已經在自己的這個工作表 所以rangeA1就指的是一般裡面的rangeA1 然後把資料call過來 OK 把他call過來 那再來的話呢 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就是 再增加一個 這邊二班 然後一直在一推 把它call過來 然後三班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把它切回到 第一個工作表 切回去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把那個篩選恢復 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 這個蠻重要一點 就是上個禮拜的重點啦 就是 新增工作表 當然就是篩選 然後再來新增工作表 再來就刪除 最後的話 把篩選跟新增工作表 結合在一起 OK 那就完成喔 上個禮拜 講的部分 最後其實我們還有做一個變化題 什麼變化題 就是喔 我們是希望後面有一二三班 那我今天希望什麼 把 曲折一裡面的 這個資料刪掉 那顛倒過來喔 剛剛是從這邊是總表 把它放到一二三班去 那現在的話顛倒過來 就是說如果我希望把一二三班的資料 再還原到這邊來 一班 二班 三班的話 那這個也是上個禮拜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那怎麼摳過來比較快 其實我這邊多了一個K K指的是說 將來要合併回來的總表的位置 那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一個一個先摳 所以我先怎麼樣 當然就是從哪一個工作表 第二個工作表到第四工作表 那做什麼呢 我先怎麼樣 把第幾工作表讓它追蹤向下 那等於是多一個R 這個R指的是什麼 就是I指的是第二工作表 裡面的第七個 也就是說它的範圍應該是這邊到這邊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的資料呢 幫我摳過來到這邊 所以我後面其實喔 第幾個工作表 A2有沒有 到1的最下面的一個列 那因為R是變動的 所以呢我會隨著那個儲存格 它的數量而改變 然後摳到哪裡呢 摳到現在這裡 所以喔 那記得要切回來 那因為呢 我們現在 油標一定是停在第一個總表 所以呢 我們這邊一定要加哪一個工作表 那可是我現在在這裡的話 這個地方不需要加 直接把它摳過來 所以摳過來 一般的 然後呢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將來要摳的話 要從什麼 這邊最下面的第七列 再下一個 所以這邊呢 記得K喔 目前好像是2啦 所以你要必須怎麼樣 讓它向下追蹤 追蹤得到的話應該是第七 有沒有 這是第七列 加1 第8 所以把K呢 把它變成8 所以K裡面等於放8 那意思是說 將來二般就從這邊摳 OK 所以就是 把這個地方 再摳過來 然後再來就是三般 好 一之類推 最後的話呢 就把它結束掉了 OK 那這個地方請各位 先試試看喔 把上個禮拜的這邊的重點 再回覆一下